經過4小時的車程,我終於來到紐約市 很開心 我是Dominion Line,333 這裡就是Borset的北站 現在我要去南站乘Megabus 來到North Station之後 我現在就決定乘一個本土的的士 所以就去南站乘 由於我未踏過的士 不如我體驗一下 可以付錢或是付款卡都可以 這次由波士頓向紐約 我選擇了乘一個叫Megabus巴士 原因是因為它的價錢 在這麼多個方法裏面是最便宜的 總共是38美元 要4小時多一點 可以坐內錄機 另外就是乘火車 火車的價錢是比乘巴士更貴 很多的 時間都是要4小時後的 所以我就輸了乘巴士 經過4小時的車程,我終於來到紐約市 我覺得很開心 我乘巴士的途中 是會見到少少它的海岸線 Oh my god 比我想像中大十倍的 我看電影都覺得它很大 但我親身來我覺得是 河花了很久 那個寬的程度 但是我不停地起雞皮 看到很想快下車 我覺得很厲害 很想念 這裡很奇怪 覺得很熟悉 但是又很陌生 因為很多電視 電影都是這些 所以很奇怪 很奇怪 第一次來到紐約市 其實我就沒什麼計劃 都是走走走走 都是去看一些遊客 應該要去看的地方 我現在身處的位置就是 在Chelsea 現在第一個店 我就想去 Times Square那裡看看 去Times Square的圖中 我就看到這個 B&H的實體店 一過了 攝影機場的地方 進去看看 這裡是一個 超級淡的 星際上出版 原來除了攝影機場之外 還有電視機器 還有電腦 各樣東西都有 這裡好像一個 電子設備相機的 玩具反抗性 我這裡買了一個 電視機器 在這裡買 就算算算了 也便宜過香港 大概200港幣 所以我就決定在這裡買 順便體驗一下 這間 這麼誇張的 玩具反抗性 這裡並不是說 你去到一個計劃 然後你要見貨 然後在那裡付錢 那裡付錢 那裡付錢 你會看到它發貨的方法 好像是全市 很搞笑 我第一次看到這個 真的 很不妙 現在服務完 幫我找到電貨 現在這裡也是 很適合 混亂 它的系統放置好像很先進 但是這件貨 他們找了很久才找到給我 他們把我 寫了去 實在說 現在試試用 大家聽我說話 是不是聽得很清楚 這個 這個發明真的不錯 咦 掉了 這個咪是這間 B&H最後一件 有剩的貨 給我買了 現在就出發去 Times Square 這裡是很多人 而且這裡真的比較複雜 因為有很多不同的人 在這裡 遲些再給你們解釋 什麼複雜 可能由於明天就是這裡的獨立日 7月4日 所以New York City 來4日 這裡是Broadway 我其實計劃了看Wicked 還有看Frozen 這裡五光十色的感覺 比我想像中更厲害 到處都充滿娛樂 前面這裡應該就是 Harry Potter的Show 我猜是 阿拉丁 我會留在這裡一個星期 但真的沒有可能 看完我想看的Show 我想看Wicked 又想看Frozen 在Chicago我看過 在香港 Lion King 遲些會在香港 我遲些才會在香港 跟我的朋友去看 咦 前面有 米奇老鼠 這裡真的很癡 OK Wicked 就是我想看的Show Wicked 我只能購買即日的門票 因為如果你要網上訂票 最便宜的那張 都要差不多780元港幣 是差不多100元美金的 我記憶之中 所以我只能購買即日門票 因為我打算看兩次三場數 我一定要省點錢 不知道有沒有學生票買的 因為我還有Berkeley 那張學生證 應該是買到學生票的 Frozen的Music 想看它怎麼變成冰 我想我來到Time Square 這個地方是否就是新年的時候 Mavira Carby會穿著低控衫 然後在這裡穿Hero那個地方 應該是 這個地方是神經病的 Oh my God 發生什麼事啊這裡 因為太瘋狂了 另外 好帥 雖然道處都是充滿漁流 但是我開始有點頂不住 真的很瘋狂 現在我要回家休息一下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